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來到細雪鄉城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我們曾經在香港歷史軌跡 和九龍寨城的前世 裡面有提及過大嶼山 未看的記得看 今天我們就在這裡 輕輕地跟大家說一說 這個地方的歷史 大嶼山是香港最大的島嶼 位於香港最西南方 這個地方在歷史上 出現過很多不同的名字 包括大嶼山 這個大嶼山 這個語字的大嶼山 蘭頭山 大豪山 和另一個號字的大豪山 或者江州 這些字都不斷地在歷史上出現過 不過在歷史裡的大嶼山 其實是繁止了今天大嶼山 和附近一帶的小島 最早建於宋代皇像的 《雨地紀勝》 裡面有記載過大嶼山 在東莞沿海中 有三十六嶼 居民以漁業和鹽業為生 大嶼山的英文 Langtau 估計是廣東話 蘭頭的陰液 因為大嶼山上最高的山 叫做鳳凰山 珠峰有兩個山頭 所以叫做鳳凰 一鳳一黃 而看下去其實都很像崩頭 所以就叫做蘭頭山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覺得有點奇怪 明明這個字是讀序字 不是讀序字 即是倒序的序 為什麼大嶼山會讀大嶼山呢 明明應該讀大嶼山 原因就是去日大嶼山 叫做以下這堆名字 包括大嶼 大嶼和這個大嶼 而他們全部都是讀序字 所以無論這個字怎麼寫 大家都會叫做大嶼山 而用這個嶼字 就是由清朝道光開始使用了 那究竟大嶼山是何時開始有人住呢 我們看看一些考古資料 看到在赤立國等地的遺址 出土的文物包括四千多年前 新石器時代已經有人住了 除了新石器時代之外 在那裡出現的文物包括清銅器時代的器物 漢朝圖藝和隆居 綠朝的陶瓷 唐朝的枯堯 元朝的姚群 以及明清朝代的武藏 所以都證明了其實大嶼山這個地方 在歷史上不同的時期都有人曾經居住過 而原因就是其實大嶼山這個地方 和現在珠海市都很接近 當年珠海市是南越或新光園的一部份 人口也不少 相信坐船來大嶼山居住的人民 都不是一個很少的數目 我們再說有歷史經典記載的大嶼山 相信就開始在東晉時期了 東晉末年 地方文變首領盧秦和孫恩在長崗下游作戀 路征咫咫敗退率領步下逃亡到大嶼山一大定居 後人以魚葉和大嶼葉為主 更有傳說指島上的人 是一種叫做盧秦的半人半魚生物 看回清朝到光年間 東莞人鄧淳所寫的嶼南中述 就有提到大嶼山三十六魚 在管一海中水邊岩月多居鵝蠻種類 或全系劳秦為種 甘明勞廷 逆躍魯遇 去到唐朝 中國國勢越來越強大 外山山船接種以來 沿著珠江口去到廣東一帶 屯門成為一個朝廷重要的重鎮 而所謂的屯門 我們很相信也是當時香港這一帶的舊稱 而因為很多山船經過 所以考古學家會在大嶼山沿岸一帶 例如大浪 宜朗 唐福 沙羅洞一帶 發現到不同的灰搖 可見當時大嶼山一帶居民 都是以石灰修補船隻為主的 而去到南宋就發生了大嶼山嚴文起義 又稱為大嶼山屠殺 慶元三年 南宋官府派員去到東莞縣大嶼山 即是今日大嶼山一帶 七步私鹽反旨 引起了島上嚴文起義 蘇百名起義者以萬登為首 意圖劫略廣州府反制 违避官兵反射火箭擊潰 及後官兵誅殺所有賭民 遇難者總共一百三十幾個 然後留下三百名官兵駐守大嶼山 去到南宋末年 更有傳聞之宋帝和國寇楊亮哲等人 曾經兩度停留在大嶼山 經驗三年三月 猿將大軍南下壓境 海上猿軍迫近 宋端中不得不由浮海逃往江州 即是今日的大嶼山 不到十歲的小皇帝 呂壽顛波 又經病交架 於四月十五日在江州去世 葬於永福寧 即是今日大嶼山東涌黃龍坑一帶 明朝時大嶼山的石壁 大澳沙羅湾東沙湧都已經有村莊 去到明正德年間 葡萄牙人即是佛朗基人 滋擾填門一帶 曾經在大澳作為據點 去到正德十六年又爆發海戰 明朝打敗了葡萄牙人 令他們撤出了大嶼山 葡萄牙人和香港故事 我們找日再跟大家詳細介紹 其實挺有趣和挺特別的 我們回到大嶼山 清朝時 政府為了對付鄭成功等人 於是發出了遷海令 要求廣東省沿河居民來遷五十里 就是這樣 大大令到大嶼山居民人口大跌 去到後來居民才搬入住 來到雍正年間 大約雍正七年 官府在大嶼山設立了東沃炮台 和石屍炮台 用來防止洋人和海盜入侵 青磅水年間 英政府和大清簽訂了剪托香港戒指專條 將新界以及大嶼山在內的二百多個島一併租給英國 自此大嶼山的炮台就放廢了 現在說起大嶼山 我們可能會想起機場 迪士尼樂園 昂平360攬車 和大澳 而大嶼山都成為了香港重要的旅遊景點 但其實大嶼山的歷史 遠比我們想像中的多 希望這條片 可以令到你們更加了解大嶼山 乃至了解整個香港